Nemu Hello,我是伊技伊維特 我有很多錢 不,因為要交租所以可以選出很多錢 但今次的題目的確是講這些 怎樣可以得到更多這些? 怎樣可以引這些過來? 怎樣可以令到這些東西喜歡你? 就要聽聽今次這一集 可能你會覺得 嗯 我覺得呢 找李嘉誠講會比較有說服力 是 李嘉誠呢 現實世界 真實的這些東西 是比我多 但我不知道他心裏的富有指數 跟我的差別有多少 所以你也值得在這裏聽聽我說 這幾個字的東西 這條片每人都很適合看的 除了在讀書啊 做東西啊 或者沒做事啊 什麼都好 我最想你看到的就是那些 會去我做金錢魔法做money spell的人 因為呢 如果他們做了spell 而心靈是配合的話 那件事就相得益彰了 這個手勢是代表那些錢不斷撥過來 對啦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那我現在就說了 有很多人呢 譬如問頭羅牌啊 或者問一些問題的時候呢 都會問 那就是怎樣呢 我真的有什麼可以做呢 譬如說我想拍拖 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那你如果告訴他 你呢 應該去圖書館那裏撞一下 因為你在圖書館呢 很有可能撞到你的真命天子 那這些呢 就是他們心裏面 啊 很實際啊 真的叫我去一個地方做些事啊 又或者是 如果你想有錢啊 你捐錢啊 你捐錢啊 你捐錢就有錢啊 啊 捐錢 有個動作給我做啊 我就覺得很實際啦 那件事 就算工作也好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是常常都很求一件很 practical的事 給他們去做的 那就安心啦 好像那個問題呢 得到解決啦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首先說一下呢 我們從小到大聽回來的 那個賺錢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就是一個人呢 讀書的時候就有錢啦 然後努力讀書啦 力增上游啦 然後出去的時候呢 就憑著他讀書之後的成果 就入到一個好公司啦 然後入到好公司之後呢 再力增上游啦 然後呢就會有錢啦 其實呢 這個方法應該是反過來的 當你覺得自己沒有錢的時候 你要從心裡面出發先 你覺得 我現在其實不是沒有錢 我不是窮 我覺得 都舒服都夠 然後呢 你慢慢這個好好的心態 就會扭轉你身邊的東西 就會吸取機會 譬如吸取一份好公 吸取一些懂得欣賞你的僱主 吸取一些好的同事 又或者是吸取更多賺錢的機會 你知道有時候呢 有些賺錢的機會 你是猜不到的 即是突然間 不知道誰叫你做什麼 這樣很容易的錢 就會來了 這些呢 全部都是你自己入面 如果你夠美的話 你是會吸取回來的 如果是一個力增上游的人 如果他很討厭他的工作 其實現在都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 唉不想上班啊 星期一了 很多人負責那些 Monday Is Monday 那些呢 然後星期五呢 很開心啊 星期五明天不用上班 總之呢 工作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他們喜愛的地方 來的 這個這樣的能量呢 煲煲一下呢 你是會慢慢一步步升上去的 你做得久 你也是會 那些錢是會有增長的 但是 不是你的potential 那麼多 其實如果我們轉換了這裡 我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經常都說呢 錢是無限量的 你可以有1000萬 我可以有1000萬 他也可以有1000萬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大家都可以有無限的 所以千萬不要妒忌別人 亦都不要羨慕別人 如果別人有錢 啊 真是讓他開心了 他這麼有錢 他可以過到這麼開心的生活 我希望他以後也有錢 如果是你討厭的人有錢 你看到他 不要生氣他 不要憎他 不要瞄他 嗯 多好啊 就算了 對了 不要想多餘的事了 因為想想你又會想壞事的 總之呢 人家的東西 人家的銀行有多少錢 人家有多少機會 不要管他們 那些是他們的故事 他們今天 可能我做模特兒的 嘩 那個老婆接到三個廣告 我今個月一單都沒有 可能會有這樣的東西 比拼的東西 但沒有關係的 如果你省美了 你裡面呢 可能我接下來幾年 我接到幾十個廣告呢 然後那個人 可能他開始入面生修了 不漂亮了 他接不到 所以大家有大家要學的東西 大家有大家都有條路 你不要管別人的東西 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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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很多人會以為 吸引力法則是自我催眠 喂 我明明都窮到窮 銀行裡面 只有幾個水 住劏房住了十幾年了 怎樣覺得自己富有啊 這個呢 就是那個巧妙之處了 其實不是自己騙自己 千萬不要自己騙自己 但是 你要有那個感覺是 嗯 我的錢正在來的 我的錢一路會增長的 我現在是可能在這個點 但我是向這邊走的 我不是向這邊走的 當然自己也要配合 也要儲錢 也不能太揮霍 但是你要有那個感覺就是 我不慘 我現在生活我開心 感恩寶是很重要的 對於尤其是你們這些人 覺得自己的環境真的很差 每天 不要專注在自己沒有的東西那裡 不要專注在 人家駕駛車 人家吃貴的東西 人家買東西 不要專注在這些東西 專注在你有的東西那裡 嘩 我今天 吃到這碟叉燒飯 那些叉燒很肥 超好吃的 總之 每天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開心的東西 小小也好 有個美女跟你笑了一下也好 這些東西你全部拿回來 塞滿了自己的心 不要讓自己有時間 有空閒想那些無聊的東西 就是 唉 戶口又乾堂了 唉 誰又賺到很多錢 不要想這些東西 你想這些東西 其實對你自己的經濟環境 是沒有幫助的 是沒有建設性的 你想深一層 有些人很喜歡想 我應該怎樣才會發達 我什麼時候發達 其實你不需要你 你怎樣去那個終極目標 你要多久時間去那個終極目標 你不用理 上面自有安排 真的 但是你要理那個東西就是 你自己要裝備好 你要是一個 他值得給你錢的人 就是我經常跟那些做money spell的人說 你們現在做了money spell 上天就會看批不批那塊錢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不配合的話 其實他也不會做 做money spell就是一個動作 一個指令 又或者是一個呼叫 讓宇宙知道 喂 我現在張開雙手了 你可以把無限的錢塞進我 這樣 是welcome錢來的一個動作 但是有很多人平時做的事情 是不welcome錢的 例如覺得 唉 其實我沒有資格 有那麼多錢 我讀書不是讀得很多 我應該不會賺到那麼多錢 哇 他們很揮霍 我不想做那些人 那些有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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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些東西 有錢就任性了 就是如果你一路想這些東西 但是你又告訴別人 就是告訴他你想要錢 你根本是自刮嘴巴 那麼他呢 就不會跟你的口去做的 就是你的口就是我想要錢 這樣 但是他看到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不是這樣 你做了一些違背的事情 其實他不會批多少給你的 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很多人都會想要一塊錢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 我想開始做我的小生意 但是我要存一塊錢 又或者是 我想學這件事 但是要很多錢 我需要一塊錢 又或者是 最多的 我想去working holiday 我需要一塊錢 那當然來做money spell 他有幫助 但是呢 其實底運是有一件事的 就是如果這件事是你應該做 對你有益 或者是你需要去experience的一件事 那天氣一定會幫你 一定會塞這塊錢 讓你完成你的願望 譬如說回我自己 我的店舖 就去年12月才開的 一年都未夠 那我開之前呢 我就很害怕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開 我是神推鬼摟 是我身邊的人叫我開 是很推動 你自己開啦 你可以啦 那我不是 我不是懷疑自己的能力 又或者是 我得味 反而我是怕錢方面的東西 有隻貓在那裡 是啦 我是怕錢方面的東西 我怕什麼租啊 每個月要交多個租 我現在住已經要付租了 店鋪又要租 很害怕很害怕 那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她說 喂 那你開始工作的時候 你會賺錢的嘛 你不只是整個月在這裏 在這裏交租的嘛 我對自己呢 我對自己呢 沒有什麼信心的 正正就是因為呢 我平時不是很講錢 我做塔羅呢 就是因為我要吃飯 所以呢 我怎麼都要收一個錢的 可能他早有一天 我老了 我退休了 那我到時就可以free給大家了 到我沒有經濟壓力的時候 但是現在 還叫我揹一個租 我真的怕得裂開 那我呢 那時候看樓呢 我就看一些 超小 超恐怖 超殘的地方 後來也接受不了 那然後呢 就是突然間 我爸爸有個朋友 總之就知道 我現在這個店鋪的地址 這裡說 喂 出租喔 這裡很搶手的 那然後呢 就神推了我 我就租了 其實呢 比起我預算的預算 多了整個雙倍 我那時候真的很受低 那然後 很害怕很害怕 但是都照做 做做一下呢 我又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一路有些客人上來 又或者有些朋友上來 我已經忘記了我要交租那件事了 那我只是享受我的工作 又或者有些人上來 可能哭完之後很開心的 之後或者聽完 開解了 或者是解開了心結 那那些開心呢 是很大的 那股力量 那我覺得就是 那股力量呢 又幫我吸引多一些人過來 那所以 是交租有得的 托賴 那天都沒有給我死的 就是到現在 差不多做了一年了 那都幾好成績 那所以呢 我覺得我是 就是自己親身經歷過 我是有資格跟大家說 怎樣去吸引這些東西回來 之前呢 都出過一本 人才兩德術的 但是那本書呢 在我自己的地方 已經賣斷了 外面都好像斷斷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 是對這本書有需求的話呢 儘管告訴書局 你們找這本書 看看他們會不會再犯人 因為我完全不理這些東西 祝大家好運 有一件事呢 我經常跟客人說的 就是 這些 這些 你看他們很直 很漂亮 對不對 這些是你的朋友來的 你呢 愛惜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來住 你就做好個地方 不要讓他們欺負一塊 那麼慘 然後呢 你叫你的朋友 再引多些朋友回來 帶多些人來玩 我不會那麼容易放你們走的 多些人留在我那裡 越多人越開心 那你只要用這個心態去對他 他就會帶多些朋友來的 那當然 我們呢 要好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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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愛好愛好愛的金錢 但是我們不是要屎會 只不過是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來跟他相處 這樣呢 這個能量才是一個吸取的能量來的 當然我們適當的時候 都可以Give 就是我們不只是Take 但是呢 也不要有這個心態是 我捐錢就是為了有更多錢來 不可以 如果你想捐錢的話 你就真心去做Research 看一下有哪一個機構 你是真的想捐的 你忘記了那些幫人 我就會給錢 不要理這些東西 不要想 你的出發一定要是出自內心的 天體到也一定會有回報給你的 但是未必是金錢的回報 可能他會回報一些愛給你 可能他會回報另外一些成功感給你 都不奇怪 所以 不要這樣想著 淺去就會淺來 就是不是那麼簡單 類似你蓋了那個人一把 他未必會蓋回來 可能你會 你會跌錢 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 但是 怎樣都是做好自己 而且要愛惜他 跟他做朋友 今天講的 只不過是我心裡的 超級一小部分 如果要講完 我不知道要講多少天 但是希望你們盡量 慢慢吸收 慢慢去改變自己 這樣就會有很明顯的效果 很久沒有抽牌 我知道 今天我們講這個錢的主題 不如我們講一下 金錢與資源的問題 今天和大家抽日本的開心卡 我自己改的名字 一隻很正面的牌 他說 問題永遠都有一個正面的方法去解決 就是好像我剛才說的 如果你沒有錢 你不要再想你沒有錢這幾句 你要改了你的口頭 就是說 沒有錢了 如果有人問你 買不買新iPhone 你不是回答人 沒有錢了 買不到 不是這樣 而是 現在沒有這樣的需要 就算有錢我都未必買 你應該留意你的電話 是不是壞呢 你有沒有需要換電話呢 是不是真的要有這個情緒和感覺呢 那個 沒有錢了 你真的想買嗎 你真的有這樣用嗎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是別人的一個問題 又引發起你那個 我沒有錢了 這個想法 戒了它 還有現實世界那些錢呢 其實幾多幾少都好 你都是有辦法開心的 一個BB仔出生 他不知道什麼是錢 但是他已經笑 為什麼他笑 我不知道 但是每一個人出生 都有一個可以開心的引擎 在裡面的 所以你不要再給你的錢 的數目 一個多少 去令到你開心或者不開心 哎 這個月又花了 不要緊啦 省點啦 都可以笑著說的 還有其實抽得這張牌 都看到你的財運應該不錯的 如果你保持到那個正面的心態 如果你繼續做灰底王的話 我幫你不到的 說起Lucky 今天就有幾塊Lucky 要送給大家 嘿 就是水晶了 其實不是我送給大家的 是這間水晶店 想送給大家的 首先呢 讓你們看一下 這些水晶多漂亮 第一塊粉晶 愛情之石 增加桃花雲 改善人際關係 增加親和力 增加生意圓 然後這一塊 是一塊很漂亮的紫水晶 主要功能 增加人際關係 鎮定安神 開發潛能 消除 消除什麼 消除霸氣 不過看他的樣子都知道 是 peaceful 和和諧的 最後一塊比較特別的 叫做雪花黑耀石 主要功能就是 驅邪 化解負能量 消除壓力 其實化解負能量 對大家來說都很重要 多數黑色的石 例如黑耀石 都是會幫到大家 這些東西 大家怎樣可以得到這些石 我會分別送給三個人 除了得到這塊石 都可以得到我去年 開畫展的時候 那本書仔 希望大家會喜歡 貼紙還有沒有 如果有我會送給你的 那就是三份 我給大家一個星期的時間 留言 留言在這條影片下面 要說些什麼呢 要告訴我 你這一天 又或者這一期 覺得很感恩 或者很開心 覺得自己很幸運 不用關於錢 總之跟大家分享 一些你覺得 上天真是眷顧我 真是正 你可以這樣 我吃了一頓好吃的飯 都可以 總之留言告訴我 說一件事 一件事 不要太長氣 說十件事 還有你留言之後 你就告訴我 你想要哪一塊石 記住是有粉精 紫水精 還有雪花黑耀石 記得告訴我 你想要哪一塊 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們經常留言 在下面有很多人的名字 旁邊 是沒有回答的按鈕 我只可以 like你 只可以like你的留言 但是我不可以 reply你 我不知道你們的設定 要怎樣搞 但是自己查一查 真的 讓我可以回覆你 大家可以溝通到 那就最好了 如果你有時問我 你見我只like了你 但我沒有回覆你 你就想想我的帳戶 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我真的很想回答大家的留言 這次呢 差點忘了說 這次這些水晶石 是由Ostone提供的 他們的網址就是這裡 O-O-H-S-T-O-N-E 有很多水晶賣的 大家進去看看 水晶的能量都可以幫到你的 但一定要合眼緣 不要隨便買 貴精不貴多 大家進去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會在一個星期之後的影片 去公布得獎名單 大家記住要留意 他不斷在那邊貼 在腳上游來游去 阿肩 最後